人真的是太惨了 心灵环保 校园伦理 教室布置比赛 今年的教室布置比赛要开始咯 小文 你是学艺鼓掌 就由你来负责带领大家讨论吧 好的 老师 大家有什么建议 请踊跃发言哦 我觉得如果把教师布置得上家里一定很好 我觉得外面的花盆要放两个比较好看 我们可以走动漫风 动漫风 班上每一个人都画一张画 色彩要很丰富 宣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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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谢谢大家的建议 我会回去仔细整理 小文 那就请你回去整理以后 明天来帮同学分配工作 全班一起来完成这次的教室布置 今天大家讨论这么踊跃 今年的教室布置比赛 一定可以得到冠军 好棒哦 好棒哦 大家都拿到工作分配单了吧 我帮每一个人都分配好工作了 收集动漫人物造型资料 那很花时间呗 为什么是我准备材料 协助上色 剪贴 感觉很无聊呗 希望今天放学后 大家可以留下来一个小时 我们先做简单的布置 大家都到齐了吗 人吗 怎么会没有人留下来 为什么 讨论时 大家那么踊跃 真正要动手时 却没有人肯帮忙 小文 佩芬 又又 小文 我们来帮你 对啊 你不要担心 谢谢你们 那我来画画 你们帮我剪这些图 好 小文 这些图都是你画的吗 为什么你们大家昨天都没有留下来 反正你这么会画 全部都交给你画就好了 根本不烧我们啊 对啊 而且你又是学艺鼓掌 教室布置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啊 加油哦 小文 这次比赛冠军就靠你了 你们太过分了 难道因为我是学艺鼓掌 比较会画画有责任感 这应该做全部的事情吗 别忘了 这是我们大渣的比赛 不是我一个人的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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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应该要布置完成吗 对啊 今天就要打分数了耶 这样一定最后一名了 都是小文跟佩芬又又的错 是吗 都是小文和佩芬又又的错 老实希望大家记得 教室是大家的 不是小文或佩芬又又少数几个同学的 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团体 每个人都是班上的一份子 少了任何一个人的参与就不完整了 既然大多数同学不想参与 认为比赛是少数人的事 在小文 佩芬和又又的同意下 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的比赛了 可是小文的话好棒 这样不是太可惜了 对啊 他们三个人的努力不是都白费了 小文和佩芬又又确实花了很多时间才完成这些图画 老师全部都妥善保存着 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毕竟只有三个人 还有很多部分没有完成 我们大家都太自私了 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他们三个人 对不起 老师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一起完成教室布置 小文 你觉得呢 教室本来就是大家的啊 比赛有没有得名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一起参与的过程 太好了 距离打分数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 一起完成我们的教室布置呢 愿意 愿意 只要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一定来得及的 好 在一个团体里面 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 凡事应该分工合作 而不是把责任交给少数几个人 虽然说能者多劳 但是既然身为团体里的一份子 一起享有责任与荣誉 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 心灵环保 生活伦理 李让要不要 喂 小乖 什么事啊 去公园玩飞盘 好啊 你们等我 我骑脚踏车十分钟就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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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是市场好吃的葱油饼啊 好啊 我去买 可是好像已经快收摊了 来得及吗 我骑脚踏车一下就到了 好 小心安全哦 走捷径好了 比较快 还是走近路吧 不然来不及就糟了 小强 小伟 你先让我过啦 我赶时间 你才让我过啦 我才赶时间 我要去公园玩飞盘 很多人在等我 你快点退后啦 我要去买葱油饼 晚了收摊就买不到了 你快点退后啦 可恶 可恶 你退后 我就把钥匙还给你 赖皮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干嘛抢我帽子啊 还来 你退后 我这把帽子还给你 可恶 我 我的头 我的脸 救命啊 我的脸好痛啊 我的头好痛啊 真是的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如果一开始 小伟跟小强其中一个人愿意退让 也就不会发生这场闹剧了 不相信 就让我们把时间倒流 这时候 如果有人愿意先让一步 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我倒车给你先过好了 没关系 还是我让你过好了 你看 我比较接近巷口 所以应该是我退才对 小伟 谢谢你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小伟已经在公园 跟同学玩着飞盘 小强也顺利买到了好吃的葱油饼 你们说 李让是不是让你我的世界 变得更美好更顺利呢 退一步海阔天空 真是有道理呢 大家是不是曾经都有为了赶时间 而互不相让的经验呢 那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哦 下次不如和我一样 李让对方 结局一定会不一样 李让并不是吃亏 是占便宜 而且是大家都占的便宜 这样是不是非常棒呢 心灵环保 生活伦理 剧场爆米花 电视好难看哦 都没有好看的 适合合家观赏 那就不要看了 你看太多电视了 所以这次的绿野先踪舞台剧 除了有有趣的剧情 还会有精彩的歌舞哦 没错 请大家一定要来看哦 绿野先踪 小乖 妈妈问你 你知道这出舞台剧吗 老师有讲过 这是一本故事书 内容很精彩耶 这表演好像不错耶 要不要一起去看呢 要 我要看 我们家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舞台剧 去见识一下也不错 好过这样窝在家里面看电视 耶 那我们可以一边看舞台剧 一边吃焦糖爆米花 喝可乐吗 就像看电影那样 当然可以呀 那就这么决定哦 我们明天就出发 爸比妈咪快点啦 您好 请问三位要入场观赏绿野先踪吗 对对对,票在这里 可能要加快脚步,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咯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你们代位咯 请跟我来 你们的位置在这里咯 那里还有空位啊,我们坐前面一点吧 很抱歉,我们是对号入座 请勿任意更换座位哦 小弟弟,请你不要踢好吗 抱歉抱歉 小乖,不要乱踢哦 小乖,你的焦糖爆米花跟可乐 耶,把闭最好了 不好意思,剧场内禁止饮食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为跟电影院一样,真不好意思 妈咪,黑女巫要抓他们了 妈咪,等一下陶勒斯就会跟稻草人,西侨夫,还有狮子 真的耶 然后啊,老师又跟我们说 他们会抵达欧兹王国 对对对对,我好像有印象 噓,请你们安静,不要在这里讨论剧情 噓 小乖,你站到走到那边去,我帮你跟舞台照一张相 好 小弟弟,演出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 还有,剧场也禁止拍照哦 真是抱歉 小乖,快点坐好 今天真的是太糗了 对啊,原来剧场不能吃东西和饮料 也不能任意更换座位,任意走动 也不能照相 更不可以大声讲话 小姐,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啦,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进剧场看表演 很多规定都不知道,出了很多洋相 请别这么说 会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让所有观众享有最优质的观赏环境 嗯,今天的戏好好看哦 以后我要常常来,就算不能吃东西喝饮料也没关系 太好了,欢迎大家常常来 希望很快就能再见到你们 下一次,我和把比、妈咪一定会成为最称职的观众 除了在家里看电视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选拨 像是到剧场看表演 就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不过,别忘了 应该要提早进场不迟到 不任意更换座位 演出期间,必须将手机关机或者是调为振动 不吃东西、喝饮料 不交谈、不拍照、摄影、录音 更不要随意地走动 影响别人欣赏表演的品质 因为剧场是一个密闭空间 以上这些NG行为都会影响其他观众的权益 对舞台上的表演者也不尊重 下次我们一起剧场见 体验表演艺术的美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弟,来 这是纽西兰进口的冰淇淋 纯天然的,吃吃看哦 很好吃哦 妈咪,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哦 我要买 你感冒才刚好 不可以吃冰淇淋 可是约约想吃嘛 不行就是不行 你想要再感冒吗 妈咪最讨厌了啦 小光,你想吃什么水果啊 苹果好不好 哼 哼 不帮我买冰淇淋 永远都不要跟你说坏 我去开车过来 你在这里等 不要乱跑哦 我要让你知道 不帮我买冰淇淋的后果 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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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不到 找不到 还 小光 小光 妈咪 小光 小光 你在哪里 放我下去啦 我要找妈咪 你不是要让你妈咪知道 不帮你买冰淇淋的后果吗 我可以帮你实现愿望啊 我不要 我不要 妈咪 救我 小光 别怕 我来救你了 妈咪 妈咪 小光 小光 妈咪 你怎么跑来这里睡觉 我到处找不到你 因为你不帮我买冰淇淋 我就想要躲起来 故意让你找不到我 傻孩子 妈咪不买冰淇淋 是为了你好啊 你不知道妈咪找不到你 有多担心害怕吗 妈咪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只是很着急 不知道你跑到哪去了 担心你是不是被坏人拐走了 还是迷路了 我差一点就要去报警了呢 对不起 我下次不改了 知道错就好 那我们回家吧 妈妈削苹果给你吃 苹果 对啊 今天买的新鲜苹果啊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E 小朋友要多吃 我知道啦 只是我刚刚梦到我被大苹果追 被大苹果追 对啊 我因为一时的任性 想要表达不满的情绪 却用错了方法 躲起来让妈咪着急 没想到 结果做了一场噩梦 虽然是一场梦 但是却让我明白 就算和妈咪闹脾气 妈咪依旧是最爱我 最关心我的人 妈咪 我爱你 极度的扯铃 今天的天气真的好好哦 我们一起去公园玩 走走走走走走 欢迎来学扯铃 很好玩哦 那个大哥哥长得好像五上三哦 哇 真的耶 明星脸 小妹妹 下星期我要开个扯铃班 要不要来学 很好玩哦 跟好朋友一起来学会更好玩的 等等我 等一下 报名表上说 要在哪里集合啊 那里 他们在那边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 怎么玩扯铃 对不起 我们迟到了 没关系 欢迎加入 扯铃其实很简单 我先示范给大家看 首先 先抓紧两根扯铃棒 然后 慢慢地 像这样 哇 厉害哦 好帅哦 对啊 好的 现在大家开始各自练习 这个好难哦 配方 需要帮忙吗 嗯 我的心眼一直缠住 教练哥哥 为什么对配方特别好 我成功耶 对啊 很简单吧 其实只要多练习 就一定行的 配方最讨厌了 别怕 我接住了 谢谢 我们走吧 对了 这给你 这次上次扯铃课结束的时候 教练哥哥给我的糖果 很好吃 我特地留一半给你哦 为什么教练哥哥给配方糖果 却没有给我 你刚刚做得很好 要加油哦 为什么教练哥哥比较喜欢配方 不喜欢我 不喜欢我 哼 哼 哇 真真 你竟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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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下星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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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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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那时我想鼓励配方 刚好发现口袋有一包糖果 就送给她了 为什么救她有 我没有 偏心 谁说你没有 我今天也准备了很多饼干给大家 可是你都不理我 根本没有机会拿给你 你跟配方都是我的学生 我怎么会偏心呢 原来是我误会配方了 还跟她说那些话 她一定很难过 教练哥哥都已经跟我说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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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学扯铃食 你还没有学到药领 教练哥哥特别教你 我不应该随便嫉妒你 还有 教练哥哥要给你糖果 你特地留一半给我 我竟然还生你的气 嫉妒哥哥留给你 却没有给我 真的对不起 哼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那么你要不要吃饼干 是教练哥哥给我的 我们一起吃 好 我因为新生嫉妒心 差一点就失去最好的朋友了 真是太不值得了 凡事要用平常性对待 不要互相比较 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嫉妒的啦 你是我的眼 我们今天打球打得好过瘾哦 你越来越厉害了 我要努力才行 才能变得跟你一样厉害 我要在这边等公车回家 好 那我们下次再约哦 不好意思 小弟弟 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是这样的 我本来要等4点30分那班23路公车 平常公车司机 看见我举的纸牌 就会停下车 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公车一直都没有来 4点30分的23路公车 可是现在已经5点10分了耶 对啊 我今天4点20分就来等车了 我猜可能今天换不同的司机开车 从前没有载过我 也没注意我手中的牌子 不知道我要坐车才没停车 好 叔叔 我要怎么帮你 如果有23路的公车经过 请帮我向公车挥手 好 这个我会 没问题 真是太谢谢你了 唉 我们如果没有人帮助 有时候是很难搭到车的 要不然就是容易搭错车 我有很多跟我一样的朋友 有的人是听到公车来的声音就交手 然后问司机是哪一路车 再决定要不要搭 也有的人是搭惯了一定路线的公车 已经会听音变车了 但有时候还是会听错搭错车 没想到 对我们来说 搭公车这么普通的事 叔叔你 却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就是说 要花还好有你帮忙 嗯 它的那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有狗狗耶 它好可爱喔 噻 噻 狗 狗 unserem кош 好好飽 好乖喔 好可爱 好可爱 纪绝吗 叔叔 小心啊 搞什么 不要在马路上玩好不好 撞到谁负责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弟弟不好意思哦 害你被骂 没关系啦 都是刚刚那三个小朋友害的啦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导盲犬跟一般宠物犬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 它们就像是我们的眼睛一样 所以不应该任意玩弄别人的眼睛 不是吗 对 叔叔说的没错 刚刚的小朋友 是不是要拿食物喂啦啦 还一直摸它 对 叔叔 你怎么知道 唉 其实类似情形 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就像我刚刚说过 导盲犬并不是宠物 所以不能用对待宠物的方式对待 那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小弟弟 学校有没有教你们 对待导盲犬的四不疑问 就是一 不抚摸 二 不喂食 三 不呼叫 因为这都会造成导盲犬分心 给视障者带来危险 还有四 不拒绝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 刚刚有小朋友很想跟啦啦玩 但是啦啦身上穿有导盲鞍 表示啦啦正在工作中 千万不要大声呼喊 任意抚摸 或是拿人类的食物喂它 这都会干扰它工作的执行 最后 所谓疑问 就是主动询问 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总之 不管想做什么 最好还是先询问我们 原来是这样啊 我知道了 当然咯 即使没有导盲犬 我们也都非常希望 在需要时能有人主动开口帮忙 我们会很感激的 我知道了 下次遇到叔叔 我一定会先开口 啊 叔叔 你的公车来了 小弟弟 真是太谢谢你了 不客气 叔叔再见咯 完蛋了啦 怎么这么晚了 我的公车 如果在路上遇到导盲犬 记得要遵守四步疑问的原则哦 四步是为了避免让导盲犬分心 造成视障者的麻烦和危险 不抚摸 千万不可以在主人没有同意的状况下 随意干扰或抚摸导盲犬 不喂食 行物以任何人类的食物吸引或喂食导盲犬 不呼叫 不要故意发出任何声音 吸引导盲犬注意 造成视障者的危险 不拒绝 不拒绝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 疑问 主动询问 是我们对视障者表达关心与爱心的方式 下次如果看到视障者在公共场所犹豫徘徊 记得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哦 良心杂货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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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我觉得昨天的卡通很好笑 阿鸣 你怎么不过来 你们看 这间杂货店好像是新开的 上次经过的时候 明明没看到 新开的杂货店有什么稀奇啊 不 这间店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这间杂货店居然没有人雇店哎 哇 哦 哦 哦 阿鸣 你说的没错哦 这间店真的没有店员 嗯 上面说要我们自己付钱跟找钱啊 还真是一间奇怪的杂货店 这样不怕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 或是直接把钱偷走吗 对啊 反正这里又没有店员 老板也不会知道啦 丁丁 你是乱说的吧 那样子是小偷耶 又不会有人知道 丁丁 哎哟 我开玩笑的啦 我妈要我放学赶快回家 我先走了 拜拜 我也要回家写公课了 小偷 等我 大家都跑光了 只剩我一个 突然好想吃巧克力哦 可是零用钱已经花光了 又不会有人知道 对啊 反正又不会有人知道 这小偷 烤了一百分哦 哇 新到杂货店里多余吧 你好大哦 真讨厌 还好这里可以躲雨 雨真大 刚刚还出大太阳呢 快点把头发擦干吧 感冒就不好了 没关系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毛巾拿去用不用钱的 老板 这里不是没有人开馆吗 是啊 不过我一星期只会出现一次 来补货跟补钱币 你们就叫我阿良叔叔吧 居然是老板 如果被发现我上次拿了巧克力 却没有副检就完蛋了 来 把头发跟身体擦干后 叔叔请你们喝个饮料 谢谢阿良叔叔 弟弟 来吧 不用客气 阿良叔叔 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奇怪的店啊 奇怪 会吗 超奇怪的啊 你不怕没有人顾店 会有人偷钱 偷东西吗 不会啊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 你们可能没注意 这家杂货店没有名字 但其实啊 我都叫它良心杂货店 而且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良心杂货店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对啊 我一直相信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信任的 不用互相防范 跟互相怀疑 你怎么还不停了 好想赶快离开这里 坚持机 完蛋了 那天我偷巧克力一定也被拍到了 我是小偷 一定会被抓去警察局关进来 阿良叔叔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担心了 因为你有装监视器 雨停了 我回家了 我说过了 我会开这家良心杂货店 就是相信大家 靠什么监视器啊 一点意义也没有 你们说是不是 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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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良叔叔 弟弟 你不是回家了吗 对不起 请你 不要帮我抓去警察局 为什么要抓你去警察局啊 上次 我 我拿了一包巧克力 但是没有付钱 而且我不知道有监视器 哈哈哈哈 没关系 小事 我相信你只是忘记付钱 下次有钱的时候 再放到盘子里就好了 阿良叔叔 至于那个监视器啊